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吸血鬼题材影片 吸血女郎 女主小黑在自己20岁的时候被吸血鬼女王童话 时间过去了20多年 自己依然保持着年轻的模样 她还有个吸血鬼好友小金 小金的真实年龄已经有300岁了 他们与常人不同 只能白天睡觉到了夜晚才出来活动 平时他们就把棺材当成床 而且睡觉时里面要铺上泥土 他们可以控制人类的思想 只要一个眼神就可以让人乖乖听话 两人还没事互相交流一下技术 着急了还会从墙上直接爬下来 总之和大多数吸血鬼一样 不能见阳光并且永远不衰老 我们的吸血鬼女郎从来不吸人血 他们只吸动物的血 所以找了份不属远的工作 为的就是吸引水楼台先得月 要是饿了直接撕开老鼠的脖子 插根机管就开始畅饮 两人最讨厌的就是被吸血鬼女王召唤 因为每次女王都是因为点小事召唤她们 不是帮忙是衣服就是打扫家务 女王嗜血如命而且专吸人类的血 城里经常会发现被吸干血的尸体 不用说一定是女王干的 尽管两人心中很不爽 但敢怒不敢言啊 小黑和其他女孩一样都注重皮肤的保养 她们甚至比普通人还多了一项 那就是专属于吸血鬼的尖牙 每天睡觉之前得要精心的护理一番 在一次座谈会上 小黑和旁边的阿杰看对了眼 在看到对方强劲跳动的脉搏之后 更是没意志露出了尖牙 两个人进展神速 这天阿杰约小黑来家里吃饭 正要亲近被回来的阿杰父母撞个正着 她的光头父亲在和小黑握完手后 神情顿时慌乱起来 原来光头书是名吸血鬼猎人 别看一把年纪 斗气吸血鬼毫不含糊 轻轻松松的把吸血鬼拉到太阳下 看着对方化为灰烬 光头书给了小黑一碗大蒜汤 害怕大蒜是所有吸血鬼的通病 小黑就这样暴露了 因此光头书禁止阿杰和小黑交往 并且给了阿杰一把银弹枪防身 阿杰不相信吸血鬼的存在 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另一边小金在工作时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转身一看 竟然是自己年轻时的男友长发哥 为了不被长发哥看见自己 容颜未改而露出破绽 小金转身就跑 可是过了没多久 两人再次相遇 长发哥感叹 眼前的小金长得太像自己年轻时的女友 小金集中生智 说自己是女儿 母亲多年前就去世了 这才谋婚过关 然而在一次书店抢劫案中 小金控制了劫匪的意识 救活了一名受伤平民 并且就连中枪都丝毫没有影响 小金在长发哥面前 还是暴露了身份 他向长发哥坦白了身份 并且表示自己已经三百多岁了 惊讶过后 长发哥选择接受了这个事实 两人用仇心走到了一起 整天和阿杰另外在一起的小黑 为了在天亮之前赶回家 竟然直接从墙上爬了下去 眼前诡异的景象让阿杰惊恐万分 卡莱父亲说的话是对的 阿杰甚至对小黑举起了十字架 试图吓走他 但是小黑坦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并表示自己从不惜人血 绝对不会伤害阿杰 也许是被小黑的真诚所打动 两人成为于好 又过上了甜蜜的日子 而光头父亲也慢慢接受了小黑 在一次回家途中 小黑和小金又被女王召唤了过去 感到目的地 两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女王血洗了一家华人餐厅 死伤的人类不计其数 原来这次女王是叫两个人去收尸的 女王的贪念越来越大 这引起了社会的恐慌 人类决定消灭吸血鬼 就在这时小黑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且十分想要生下这个孩子 女王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一面是人类的围剿 一面是女王的威胁 众人上映之后决定联合光头书 杀死女王 这样不仅能阻止女王继续杀戮 还能将被女王童话的吸血鬼 变回人类 就在女王又一次作案时 光头墙用银剑射向了她 可她毫发未伤追着众人进了教堂 被激怒了的女王不容小觑 来回闪现使得别人根本伤不到她 女王抓起了光头书想要杀死她 就在这时阿杰拿着电锯 举下了女王的头 女王伸手异处 光头书赶紧将举下的头 放进事先准备好的棺材里封印 但谁知女王又变成骷髅 而且战斗力十分强劲 光头书又趁女王不注意 再次看下她的头扔进了棺材里 费尽千辛万苦 总算成功消灭了吸血鬼女王 随着女王的消失 小黑的脸上也开始衰老了起来 回到真正年龄四十岁 而小金由于已经三百岁了 过了没一会儿就变得满脸皱纹 满头白发了 小金表示自己活了这么久 已经对这个世界厌倦了 愿意站在太阳下化成灰烬 在小黑的陪伴下 她回忆了自己三百年来的一幕幕 尝了多年未吃过的人类的食物 便微笑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影片的最后 小黑和阿杰生了一个 扮人扮吸血鬼的宝宝 一家三口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部拒绝于 其他吸血鬼电影的影片 没有狼人 没有派系纷争 绝去了血腥和暴力 更多的是浪漫和诙谐 小伙伴们 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会选择做个普通人 还是做个长生不老的吸血鬼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快点关注美丽吧 我们下期再见